薛紫烟顿时翘脸煞白 曲 曲风 你说什么 三个时辰后 方圆三十万里会彻底毁灭 是 是啊 太云 究竟怎么了 究竟什么威力 才能毁灭方圆三十万里的地狱 此刻 不仅薛紫烟重无视遥面色周辩 木木义和灵州上所有弟子皆意是如此 谭师兄 究竟怎么回事啊 谭先生 究竟发生什么了 大师兄 短短三个时辰 我们根本逃不出三十万里的毁灭地狱啊 怎么办 怎么办 耳边环绕众人惊恐的声音 谭云一边驾驭灵州急速攀升 一边大声开口 都给我镇定点 传承国警就是个阴谋 内力折服着一名亘古时期大战中陨落的敌神神魂 他之所以给了一些弟子传承 便是想让得到传承之人 在外面给传承古警制造出神的恩责 好让更多精血灵魂强大之人进入其中 然后被他杀死 敌神的神魂 会将死亡弟子的精血灵魂融入到血迹神顶来炼魂 最终使他成火新生 一旦他重生 天伐大陆 必将生灵涂产 众人闻言之际 皆是惊悚不安 皇甫听风等人 则纷纷出言覆和 谭云所言不虚 谭先帝 是你救了我们对吗 是 当时你们被迷惑神志要自尽 是我把你们打运救了你们 皇甫听风等人闻言 对谭云感激之情自是异于言表 谭云又望向眼前众人 我救了皇甫兄他们后 便激发了血迹神顶的毁灭禁止阵闻 最多三个时辰 血迹神顶便会爆炸 借使其威力 足以毁灭方圆三十万里内的一切 不过 诸位不必绝望 三个多时辰 我们有希望逃出去 众人闻言迷惑不解 短短三个多时辰 如何逃出这三十万里的毁灭地狱呢 一个时辰后 湖面上掀起了滔天雪浪 谭云驾于灵州 自血湖中冲天而起 悬浮于山巒之间 这时 一名腐脉女弟子 已经彻底陷入崩溃之中 我们死定了 只剩下两个多时辰了 我们怎么可能逃得出三十万里以外的地方 我们死定了 此言一出 让众人不由陷入极度惶恐之中 谭云大喝一声 接着驾驭灵州飞落在一座疯癫之上 都给我闭嘴 老远 把体型变到最大 快 是 主任 士天魔猿月下灵州 玄疾急急速暴涨千米之举 谭云左手抓木木义 右手抓忠无师瑶 一跃而起 稳稳落在士天魔猿肩上 紫燕 如雪 若熙听风 可信仪君不平 上官清清 百里龙天 萧青玄罗帆甜香 朱若林 阳冲柳依依 方清函 你们也上来 被点到明的 自是足塔飞剑 飞落于士天魔猿双肩之上 大师兄 我们呢 您别丢下我们的 谭世兄 大师兄 五脉中人 有的哭泣 有的目光祈求 看着谭云 放心吧 我当然不会丢下你们 现在所有人 分散开来 伤老猿的身体 等你们抓紧之后 老猿会带我们逃 都抓紧时间了 众人文言 皆是破体微笑 纷纷自灵州上 跃上士天魔猿的身上 一时间 士天魔猿 浑身上下都挂满了身影 哎呦 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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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撑俺肩猫啊 还有 在腿上的 当俺后背 或者胸前去 在腿上 俺跑起来 把你们阵落了 可不管你们 士天魔猿有点郁闷 谭云之所以 没让士天魔猿抱着灵州逃 自然是为了减轻负担 主委都好了没有 在谭云呐喊之中 便将封针上的灵州收起 见众人点头应试 谭云随即打声下令 老远 一路朝东 在血迹神顶爆炸之前 逃到三十万里之外 是 主任 都给俺抓紧了 话音方罗 士天魔猿 浑身便喷出道道乌黑魔力 接着便纵身跃下疯癫 带着众人 一路朝东狂奔 他那山岳般的身体 每月起一次便能跨越 数万丈之峻 急速飞奔之中 身上挂着的三千多名弟子 皆发出难以遏制的惊呼之声 两个时辰后 士天魔猿已朝东方一路翻山越岭 狂奔了二十五万里之遥 而此时谭云的神色 俨然已经凝重至极 老远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快 谭云神色焦虑不断催促 两刻钟后 传承古井内 高达千丈的血迹神顶 在剧烈阵产之中 急速暴涨 从万丈之举 直至百万丈之举 紧接着 轰然顶破传承古井 呼吸间的功夫 便以暴涨万里 从深渊内露出了顶端 万里具顶轰然炸开 神气毁灭之威 朝四周光速扩散 下一瞬 血湖内湖水滔天 在那一团回天灭地危能下 以血湖为中心 不断向四周急速蔓延 眨眼功夫 方圆万里内 无数雄风饱碎虚无 紧接着 强悍微能 催苦拉朽朝 苍穹和四周急速蔓延 从高达三十万里的 苍穹俯瞰 便会震惊地发现 虚空开始崩塌 接着 变化作漆黑的空间巨洞 空间巨洞 在毁灭威力肆虐之中 宛若一轮巨大雾黑光球 朝四周开始膨胀 接着 山崩地裂 万物灰飞烟灭 这一刻 巨蛾的一座座雄风 在那大破灭之力下 脆弱的可怜 片刻过后 血湖方圆二十万里 尽数被崩塌的空间吞噬 又过片刻 已逃至二十万九千里外的 使天魔元 汗流加倍狂奔之中 却不太好了 再有千里 我们就安全了 血子烟开心不已 包括谭云在内 众人亦是如此 然而是天魔元的话 却让众人感觉到 深深的绝望 主人 毁灭气息 出现在俺身后三万里了 我们恐怕逃不出去了 只剩下千里了 别说丧气话 逃 别说丧气话